根据统计,全球每8秒,就有一人死于糖尿病,糖尿病已经成为席卷全球的流行病,而台湾的糖尿病患者也突破20万人,相当于每10未成人就有一人患有糖尿病,每年仍宜两五万人持续增加中,但究竟问题出在哪里呢? 台湾糖尿病患越来越多,为什么? 米饭消耗量减少 新陈代谢科医师洪建德表示,就是因为饮食西化,少吃米饭,却吃了太多其他升糖指数更高的食物,导致我国糖尿病流行病学发生率上升 洪建德医师说,从台湾光复后的资料来看,我们米饭的摄取量就像自由落体一样一直下滑,而其他淀粉类及食物的消耗量是增加的 我们从以前吃三碗米饭,到现在吃不到半碗,大概只剩五分之一的摄食量 洪建德医师指出,这代表两个意义,分别是多元化及素食化 素食很多,各式各样的素食,很快的就一碗料理了 洪建德医师表示,面食类,尤其是烘焙类增加很多,这些食品的升糖指数GI值比较高,导致胰岛素分泌量增多,相对胰岛素阻抗就会增加,更容易肥胖 我们可以发现,米饭的摄食量开始下降时,糖尿病的发生率就渐渐上升 饮食西化 洪建德医师指出,美国文化很强势,大家现在吃的几乎都是汉堡肉加上软面包这样类型的美式食物,同样很容易上升血糖及胆固醇 他分享,世界卫生组织澳洲糖尿病中心主任Pao The Met把这个现象称作可口可乐殖民地化,西方的文明所到之处很多人罹患糖尿病 洪建德医师举例,美国亚利桑那州Iriso,Not Pima Indian人,Pima Indians,原本是没有糖尿病,但二战后开始接触,大量饮用可乐及现代化食物,到1970年代48%的人罹患糖尿病 手摇杯风潮,甜食摄取过量 在台湾主要是手摇杯喝太多,洪建德医师表示,一杯珍珠奶茶就等于两碗多饭的热量,其中含糖量也非常可怕 一杯珍珠奶茶当中的糖分比我们在做糖尿病检测还要多,也就是说一杯下肚就等于做了两次葡萄糖耐量试验 血糖可能一瞬间就飙到200多,即使是一般人也会高上去 运动大量减少 以往台湾社会都是做很多劳动的工作,洪建德医师说明,现在大家几乎都在电脑前工作,所以运动的消耗变少 科技发达,活动形态改变 洪建德医师说,现代科技发达,大部分人的活动,都只剩下动手指的滑手机及动脑,与以前相比,我们整个星辰代谢速率,能量消耗都降低 感谢速度,感谢速度,感谢速度,感谢速度